我告诉你啊 我有个发现 我觉得那孙妮好像对你有意思 喂 别拍我丑照 有啊 再来一张 快回答我问题啊 你有感觉吗 那你正常啊 什么好奇怪的 是 你又得瑟吧 你这种 我看一路过来 郑蕾对你特别照顾啊 好像贴心的男友一样 副总你不要误会 我和郑蕾一直都是好哥们 我们都认识十多年了 绝对不会是些男女朋友关系 哥们才好呢 哥们变男友一步到位 中间审缺很多相处的麻烦 不会的 为什么不会 因为我们真的是 特别特别好的哥们 其实我和在俊啊 郑蕾三个人 一直都是很好的哥们的感情 希望我们可以一直维持下去 修一下土 别修了 你再修也就那样 我跟你讲 快说说快说说 什么 哎呀 她这样的女强人 不适合我 她怎么了 不就女强人吗 我告诉你 像这种女强人啊 往往在生活当中 她非常非常小女人 说不定就特别适合你 我怎么老觉得 你好像很希望 我跟孙丽在一起 你有什么企图啊 哎 你说这一次 再俊来上海 是住在郑蕾家吗 嗯 是 那她装什么神秘啊 有一回我要送她回家 她就是不肯让我送了 我还以为她跟一女人住一起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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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就是和上海 我有什么企图啊 我就想问问你对别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嘛 首先呢 别人对你是有感觉的 那我就要问问你啊 如果你对她也有意思 对 你懂的啊 哪些用女强人还不适合我 还有啊 你是不是被你妈妈 逼婚逼疯了啊 我里 你别偷我下水啊 真的我 我一个人生活得很好 啊 谢谢 什么逼疯了 哎 你考虑考虑啊 你想想啊 别人 长得还不错 我真服你了 我拒绝跟你拍照 拒绝跟你同框 是吗 嗯 别那么自卑